將軍路日出看城首多一個單位懷疑在裝修時 拆毀部份主力場屋宇署星期一派人與攝氏單位業主 室內設計師及管理公司職員到場視察 晚上回應事件 廚房確定攝氏單位有違規情況 包括拆了部份200毫米厚的結構場 面積大約720毫米闊 2150毫米高 目的是安裝一道新的門 屋宇署視察過攝氏單位的上下層單位 認為整體樓宇結構沒有危險 同時亦已向業主發出法定命令 要求委任認可人士提交修善建議書 在谷宇署批准及同意後將受影響的部份收復 處方會調查單位有沒有違反建築物條例 根據法例 未經批准而進行建築工程屬於嚴重罪行 最高可以判監兩年及罰款40萬 如果有關工程方式 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受傷 或任何財產損位危險 一經定罪可以判監三年及罰款100萬 請個人羅臨 但在usters用 無財產損位 沒有財產生 可以用狩身體打算